其實沒有很多的特別的地方 但你可能要幾個觀念 特別是如果我們要抓這個 實際上當你將來這個地方 你打這個字也可以打信號上 只是說這個信號要怎麼輸入 OK 但如果說有同學問說 老師我可不可以不要用信號 我可不可以用另外一個 我這邊如果你要編輯 你點這邊一下 再按一下它就跳出來了 有沒有有個要放這邊再按一下 那如果說你今天你不要用什麼 你不要去指向某個儲存格 你要換一個 你按一個信號 用這個來改各位 但特別注意 只要你他要的是一個TES的話 那你一定要有一個觀念 TES就文字 文字的話在Excel 或VBA裡面一定要前後要加什麼 雙引號 如果你沒有加雙引號 他認不得 特別注意 這觀念也要有 不然有些同學其實都知道 但問題給的時候 給少了那個雙引號 那他就不OK 所以這邊我們假如這樣 我用這個信號 代替那個新信號 按確定 有沒有 你如果向下填滿 結果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但是就是這個地方公式就不用鎖了 為什麼 因為他一直是固定是這個信號 剛剛這個地方是因為它是一個儲存格 儲存格它有規則就是向下填滿它會自動幫你加一 如果你不想要加一的話 那你就前後加淺的符號就可以了 OK 類似有這種觀念 然後其他的話呢 再來我們切到LEN OK 那LEN你把它往上捲動 這個地方就是算裡面有幾個字 所以插入函數 然後往下 它一定要按照英文字母排列吧 LEN 所以L開頭 按確定 然後TEST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很多地方都不一樣的 這個TEST的意思說 請你給我一個文字吧 那你的文字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你給它 它就幫你把這個資料呢 放到這邊來 秀在這裡 然後它經過LEN之後就幫你算 LEN就算幾個字的意思 算完之後呢 十個字哦 OK 那這個10你會發現 它前後沒有雙銀號 所以它是一個數字 OK 所以我特別一定要講這個 因為很多東西沒有這種敏銳感 這個就很麻煩 因為你容易做錯 就是因為你上面明明已經告訴你 那你就沒有看到 你就會做錯了 所以很多時候我發現其實 因為我都會注意這些 所以你會發現我做就很不容易 比較不容易做錯 是因為我都會看到這些細節 OK 所以我你們如果也看到這個細節 那以後你也不會做錯了 大概就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 那表示這個是錯誤的 因為 因為身分證字號有沒有 一定是十個字 那這兩個是錯誤的 OK 你也可以把它找出來 那再來的話底下一個性別 這個就比較麻煩了 這個的話呢 對就是你要抓那個身分證字號的第二碼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特別來 那如果是一 那就是男 二就是女 那問題不是叫你用眼睛看 那怎麼辦 這邊可能要分兩階段完成 這個 這一題難度會比較高一些一些 這不是用LEN 第一步就是怎麼樣 我們要抓第二個字 第二個的話 把抓到第二個字 再用邏輯判斷 用一幅 所以會用兩個函數 怎麼辦呢 我們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用MID 所以這邊性別差函數 往下找 MID函數就這個 MID 有沒有 那這個函數非常的重要 因為常常用到 如果要抓什麼 中間那個字 所以按確定 他這個比較複雜 因為他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說 TEST 一樣 你請你給我文字 在哪裡 在這裡 對不對 OK 給你囉 第二個問題 START 看得懂嗎 START LUMBER就應該是 這個白話意思是說 從哪一個字開始 從哪一個位置開始 從第幾個字 白話應該從第幾個字開始 一二 第二個字有沒有 那第三個問題 LUMBER CHARSE CHARSE是字啦 其實意思是說幾個字的意思啦 幾個字圓的意思 對 幾個字圓 一個嘛 因為我要取 就是這個 那你會發現 經過了三個問題之後的話 他給你的答案就這個 而且有沒有發現 前後有雙引號有沒有 因為他是MID 是文字函數 所以得到的話也是一個文字的E 文字1 OK 按確定 好 那再來的話 再來以 以符的話 特別注意 當然你也可以直接在這個公式上面打以符 可是比較容易錯啦 我是建議你乾脆把 這個MID做完的結果不包含等號 把它剪下來 好 這一招其實我 我比較 覺得 比較不容易做錯啦 刮號比較不會刮錯 蛤 刮號比較不會刮錯 刮號 刮號 比較不會加滿下去刮錯 OK 對不對 對 就是說你不會說因為你要這樣 有的人是習慣直接在那邊打 但我的習慣 所以你可以看看哪個方法你比較熟悉 那我的習慣是不包含等號把它剪下來 再插入另外一個函數就不是文字 找到邏輯 的一幅 然後他又問了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邏輯 欸 你哪三個還說邏輯啊 你就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如果 這個裡面的資料等於多少 等於1的話 那就是男生 反之就是女生對不對 Value就是資料 如果是真的 True就是真的 那我就什麼 那我就 這邊我把它輸入一個男 反之就女 OK 就輸入男 然後反之就是女 那你會發現 輸入完了 他這個地方比較貼心 你移開有沒有 他會自己幫你加 但是有些不會 OK 不會你就一定要加 這個女 移開 他自動幫你加 這打錯了 OK 好 好 那 特別注意哦 按確定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 嗯 錯了 對 哪個地方出錯的 看得出來嗎 欸 其實我剛好特別強調 有些人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表示哦 你應該很容易 平常做資料 就會做錯哦 這個E有沒有 這個E有沒有 因為哦 我們用密的 這個得到的E有沒有 是這樣的E 那這個的E哦 是數字的E 那這樣子有沒有一樣呢 不一樣嘛 怎麼辦呢 特別注意哦 哦 雖然哦沒什麼 但我發現哦 這個做錯的人哦 經常 OK 很常看到 這種很小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觀念不正確 就一定錯啊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向下填滿 才會正確哦 OK 所以哦 這個地方 非常容易做錯 OK 一定要後面一定要是文字 才會是True哦 OK 那最後的話呢 底下這邊 什麼 用密的 他說 提取前面四個字 其實用Labs也可以 那如果用密的話就是 插入環數 最近使用過 這邊有個类表 最近使用密的 Test就這一個 前面四個字 那就E嘛 從第一個字 抓幾個字 四個字 有沒有 0551 有沒有 05 對沒錯 按確定 但是呢 有沒有發現 嗯 你想說 是不是 應該是0551嗎 怎麼變這樣 特別注意哦 以後你看到這個 原因是因為 格式的問題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如果你原來的格式是文字的話 它出來就變這樣 那你如果要恢復 怎麼恢復呢 改回通用 按確定 它沒有出現什麼 沒關係 再打個勾就可以 OK 因為 沒有 沒有啦 沒有啦 因為只有這邊是文字 OK 所以其他不會啦 如果說你的假設 像剛剛這邊 你把它 它不小心改成文字對不對 你也是這樣 你這邊把它打個勾 它會怎樣 它會變公式 有沒有 所以 應該知道意思吧 所以以後你看到 奇怪 為什麼我出來的不是最後的結果 而是我上面打的公式 那是因為你儲存格式文字 那改回來的方法怎麼看 按右鍵 儲存格式 改為通用 B 它沒有 再打個勾 那就恢復了 OK 所以因為常常遇到的同學 也是 看到的狀況就覺得 是怎麼辦 壞掉了 沒有啦 就這樣 格式問題而已 沒有很大的問題 其他還有像LAT 抓前面的幾個字 這應該自己練習 前面的 然後LAT是後面的 只是這一題可能會需要比較麻煩一點 如果我今天 他是男生 那我只要抓第一個字 胡先生 張女士 馬先生 這個怎麼做 所以這邊請各位想想看 這個怎麼做 這邊的話 要 對 要性別 所以變成說 這個要先抓第一個字 再利用那個邏輯一符 判斷說他是男 如果是男 那就是後面串先生 反之就是女士 那這個要怎麼 把個公式打抓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那這邊的話 主要是 練習這些比較基本的 因為這個基本的函數 如果假如說 你都不能夠 操作的很正確的話 那後面更不要做VVN OK 所以盡量 至少 你那個以色尔路巴要學的好 第一個 基本的這個函數的操作 一定要能夠 當然第一個要 夠快 要熟練 第二個的話要夠正確 這樣的話我想你在工作上面 相對解比較不會出焉 這種 人家會覺得不應該出現的錯誤 OK 試試看 喔